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真的今天心情非常的沉重 因为高雄的城中城大火 带走了我们46条我们同胞的人命 这个人命真的非常可贵 到底谁该负责 有没有人要下台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 高雄市有任何人说这个要下台 或者是说在野党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反应 我们先来看看昨天 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一直到中午下午 新闻报道的并不多 死伤那时候数字出来也并不高 可是很奇怪 当地的立法委员包括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这个邱毅盈 就有人发现奇怪了 高雄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是在地的立法委员 你居然贴出来 你的脸书贴出来是什么 站出来反恶霸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支持陈柏维 要大家出来 投这个挺3Q 要反罢免 那当然大家今天就 其实昨天到了傍晚下午的时候 很多人就跑去问邱毅盈说 你到底在干嘛 你不知道高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吗 这个邱毅盈的说法是说 这是小编忘记取消原本的排程 因为他每天要贴什么文 他都排好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 说sorry 这个时间点不妥 那我赶快删文下架 可是你对高雄当地的情况 这么的掌握了这么这么的差吗 毕竟我们可以来看看包括了蔡总统 蔡总统其实也说过了 他说高雄越来越美丽 在几天前惨剧发生的 两天前才说过了 那一天是高雄的国庆晚会 当他看着璀璨的烟火的时候 他这样讲 那在这个惨剧发生之后 蔡总统第一时间也是透过脸书 来哀悼的 他说这个陈柔维大楼火灾的收纏工作 如何如何已经 对于这一起严重的事故 我们都感到沉重不舍 我已经请谁谁谁赶快离击 厘灾害的原因 并且提出相关的法规如何如何 观众朋友 如果你很熟悉 这个蔡总统的语句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pattern 这是一个模组 几乎是把主词给换掉复制铁商 因为好几次 我可以想得到的 包括太鲁格号 包括更早之前的几庄意外 好像都是这样 只要发生意外了 主词这个替换掉 其实我已经指示了谁谁谁 我们都觉得沉重不舍 我会请谁去把相关的法律 给检讨完 这个是一个模组吗 这个我们必须讲 蚊子管拼命盖 烟火拼命放 预算拼命加 却经不起一场火灾的检验 这是老百姓 当地老百姓的沉重的一个呼喊 而且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只要是绿色执政 我们的蔡总统跟我们说是绿色保证 是优质的 可是这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最近而已 屏东发生蛙眼案 桃园发生活埋案 机车车司机行进一个插持场 以及这个最严重的高雄的恶火 夺走了这么多条的人命 那这个民进党在高雄 大家都说 这个高雄是民进党之子 执政20年了 其中一年半当然是韩国瑜执政的 高雄仍你过得还好吗 来 韦翰 这些县市现在出这么多问题 刚好都是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 不是说民进党执政县市 现在就怎么样 你用那种怪力乱者去讲 我不讲这个 但是生病就要看医生 做错事情 说错话就要道歉 这不是最基本的SOP吗 那你现在既然出了这些事情 你该做有没有做 你今天监裁员该调查你还没有费 你说监裁员要费 前两天还花了快500万去换logo 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应该 为什么这些县市出的这些问题 监裁员都不定不定呢 那你一个月领的是跟部长一样的 19万薪水在干嘛 监裁委员在干嘛 那你今天所有的政治的责任 自己要付 因为你过去曾经讲过别人 你过去曾经讲过别人 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现在自己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还要我们媒体点名 还要去问说谁要不要叫你怎么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问 那问过一轮 你觉得陈其叛应该下台吗 应该去问陈其叛自己 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处理 所以这些执政的县市 其实台湾蓝绿会更迭 未来可能 这些县市也会再有其他的政党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他再次执政 可是标准就是一个 让人民能够生活安居乐业 你一旦有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 你是怎么讲别人的 你就怎么要求自己 然后你当初怎么要求别人 现在就怎么要求自己 你觉得这些东西 对老百姓来讲 是有可能造成他们生命财产的损失的 请问你为什么没想到要处理它 就这么简单 还是说因为反正没有出事的时候 也没看到 每一次只要总统来 或怎么样说我们放烟火 看起来 而且我再讲一次 而且从2016年以后 民进党政府执政 这我必须讲 马英九前总统时期 他这个比较不懂 宣传网路影片做的确实棒 都让你看到一个城市还有希望 当然没有说不能宣传 可是你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宣传你有多棒的同时 你可不可以再花一半的力气 或是三分之一就好 把还不够好的地方把它改回来 把它提升 把它改进 把它剔除 让人民能够生活更安全 所以你今天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一个又接一个 挖眼案你也不能说直接是因为 谁当现场所以挖眼 可是他显然社会的安全网 从小灯报事件之后 蔡总统所承诺的 今天慧如哥讲一句 我完全赞同 就是蔡总统是个没有温度的人 我也知道他是个没有温度的人 就是说你给他讲什么 他其实基本上 他的幕僚会帮他去做一些研判 什么事情他该出面 什么事情不该出面 如果你是有温度的人 你的行政专机 你一声令下 半个小时之内就能起飞 你当然可以到高雄去 你当然可以去看看那些人 而且你不用人家跟你提词 你看到他在那边 他的爸妈妈妈已经不在了 他在地上哭 你还要想说快点 我现在应该跟他说什么 当那个总统还要幕僚告诉你 现在我怎么去慰问他 你也不用慰问他 你把他手牵着 不讲话也好 你也知道去行政 今天早上那个行程我就不讲了 那看起来很像是 不知道是什么安排的行程 非去不可 还要发新闻稿 总统还发新闻稿 总统去那个什么开工 这个重要吗 所以刚刚慰文哥讲的 他是用一样的标准在检视 执政党总统我们当然会监督 可是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确实我也认为 马前总统跟王庆平 不应该去那边吃饭干嘛的 一样的标准 因为人民都在看 那你今天做得好 人家就给你机会 来 慰文一分半 这个我们的苏院长 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 苏院长答案是 应该给人民最深的关怀 陈其迈该不该下台 苏正昌他是回避的 那之前问陈伯伟的罢免 苏正昌当然是说 他是有为有守的好地位 这个是送给刘四方委员 因为他是陈菊的爱将 陈菊他当时要叫棒的时候 陈菊清定的接方人是刘四方 并不是陈其迈 韩国瑜当了一年六个月 陈其迈已经当了一年两个月 这个责任的分配 观众朋友你自己看 我一不晓得刘四方你在凹什么 前时我们讲这个回力标这东西 其实当我们不是戏虐 前时我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我就做这四个字就好了 就复制跟贴上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以陈其迈的标准 陈其迈应该下台 我就是复制贴上 我看起来像坏人 我只是把陈其迈讲过的话 用在陈其迈身上我错了吗 陈其迈你敢面对吗 网路都有 网路其实都有那段影片的 其实他讲的也没有很好 所以简也没什么意思 你看看蔡总统 他是站在普悠马号跟泰鲁阁号的 墓碑上面讲改革 可是前直到我们在讲泰鲁阁号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蔡总统的小编担心的是 他的触及下降 他在想法是这个 这个脸书什么IG的触及下降 你站在这边 这后来有更正 49条人命 18条人命 我们这个高雄是46条人命 好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